基隆市长谢果良跟光阳机车的董事长柯胜峰 共同召开记者会向外界宣布 光阳电动机车将会加入 基隆青年工艺电动机车专案行列 希望提供给基隆的年轻人 两台很适合的电动机车 分别是市价8万多元与6万多元的车款 所以我们去评估了整个基隆市的地形 其实是有很多波道 所以我们会觉得白牌电动机车会比较适合 我们有两款的电动车 首先在我这个右手边的 这个是S6 Race 那S6 Race它配备了两颗的电池 那急速可以到每小时92公里 那续航力可以到155公里 所以它配备了两颗电池 那在我的右手边 这个是i1的都会版 那配备了一颗电池 那急速可以来到74公里 那续航力可以到90 所以在我们经过实地的这个测试之后 很适合这个整个基隆这个市区的需求 今年电动机车专案 会欢迎不同的品牌 来跟我们合作 那今天非常感谢光阳 非常有诚意地拿出了两款 感觉上性能非常优秀 优异 而且外形也非常棒的 白牌电动机车来跟我们合作 那如果有其他厂牌 愿意来跟我们合作 我们也会从里面慎选 就是像光阳一样 这个非常好的厂牌 安全跟优异的性能 那最主要就是可以帮助到青年朋友 谢国良市长感谢光阳机车 能够共襄盛举 让基隆的年轻人透过公益服务 能够拿到一台电动机车 为踏入社会的年轻人 给予加油打气 同时也达到减碳的工作 今年在112年追加预算 我们预计提出一万两千台的一个预算 在113年也希望在一万两千到一万三千台 那至于说充电站 那我当然认为要普设了 因为现在的整个规模 跟我们现在在零售上面 感觉到增加的台数 感觉落差还是蛮大 这都是未来我们在评选的时候 会跟我们的合作厂商提出 请他们要给我们完整的解决方案 因为你也不能只有电动机车没有电 或者没有足够的充电站 不过据我的理解 光阳一直是以 不只是有足够的充电站 而且那个电池换出来的 都是满电的电池 作为他们的一个 经营市场的一个Niche 就是利基 谢果良市长感谢光阳机车能够共襄盛举 让基隆的年轻人透过公益服务能够拿到一台电动机车 为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给予加油打气 同时也达到减碳的工作 青年朋友可以以太旧换行 包括家人的旧机车也算 取得一万块左右的中央补助预算 在总价四万块钱左右 我们需要采购到这个 这样子的电动机车 那很感谢光阳在 充分评估后提供给我们这两款 我们这次在看这个金融市的青年电动机车这个计划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 然后而且是利益非常良善的一个 能够推广电动机车的一个好的计划 与其说市占上面的防守 我觉得我们更希望 有许多的年轻人能够亲身体验 我们电动机车这个产品的服务 他们的优越之处 能够去让更多人能够了解Ionics电动机车 它的可以带给他们的美好生活 这次光阳机车的公开表态 也让基隆青年工艺电动机车专案 又有最新的进展 刚从美国回来的基隆市长谢国良强调 减碳的工作国际普遍关注 基隆绝对不能落后 另外我是今天早上 也才从美国回到台湾 那我想分享一下 我们这一趟的一个考察之外 很多美国朋友都在跟我们谈 减碳这个议题 因为我觉得减碳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家都有想做 我们大家都在做 可是我们是不是做得够积极 这的确也是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以美国来说 我有看到其实减碳真的是高于很多的议题之上 是他们现在来说很重要的上位的议题 所以身为一个地球的公民来说 如何要努力的来减碳 真的是一个不管是美国 也是台湾也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像我就很钦佩行政院副院长 最近这几天也针对了电动机车 因为它是有资费的 也提出说一个概念 是不是为了要做更积极的推广 也可以考虑给更多政策的优惠 所以今天跟光阳Ionex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以后 他们愿意拿出两款都是很好的车种 跟基隆市政府做全力的配合 在这一点真的是表达诚挚的感谢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